有國務卿布林肯 十個月內二度仿鐘 見面三分情 習近平跟布林肯會談 兩人話說的克制 但離開會議桌後 布林肯把話挑明 批判中國挺二親屋 還說到中國產能過創問題 敏感話題布林肯都沒有漏 布林肯行前 拜登才簽署包裹法案 砸2600億元抗中 華爾街日報也報導 華府打算斷開中國銀行 與全球金融體系連結 斬斷北京原二 北京也在布林肯來訪前 提出五項目標 而重中之重就屬 台灣南海和人權議題 這些布林肯通通都提了 北京說要透過官方交流 管控分歧 但美中台面下 依舊暗潮汹涌 進行為姚慧文 李志祥